喜欢创新的人往往带来新奇的发明创造,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意都是有意义的。很多时候一件抄球的发明不但毫无用处,还经常会制造麻烦,引发一系列的糗事。下面这些来自全世界的抄球发明。你有没有遇到呢?刀叉合体并不能达到一加一大鱼二的效果。 狗狗爱抚击,汪新人似乎并不接受这样的宠爱方式。带体重的腰带,只会让你更绝望。过一个忽冷忽热的夏天,因为太懒就干脆把指甲油涂在鞋子上。这效果太雷了,随身带一块披萨,真的可以等到饿了再吃。拒绝接触任何门把守,真的可以一辈子这样。可以刮胡子的手机,你确定要用吗? 快速降温风扇,你会发现失眠更加费劲。披萨分割器,远不如一把刀更方便。看到就觉得脖子好痛。颈椎病要犯了,坐在马桶上打高尔夫。该是怎样的心情?穿好自己的bra更重要。 而不是什么激活装置。露指头的手套只会更加不灵活。这些脑洞大开的发明不但不能给我们带来方便。还把事情搞得更复杂。如果你也有很多想要挖苦的发明创造。欢迎来挖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